美國眾議院通過拖延許久的園外法案 渴望在這個星期交給參議院表決之後 交由美國總統拜登來簽署 那麼現在有外國媒體說 五橋大廈已經準備好提供烏克蘭大批的武器 不到一個星期就可以交付 最新的俄屋戰況交給國際組記者佳麟 是的 主播 美國眾議院終於是在這個月20號的時候 通過了拖延已久的外園法案 而這個法案最快這禮拜就能繼續交由 給參院來表決最後就是轉交給美國總統 拜登手中做簽署 而這次總額高達935億美元的 這個外園法案資金 當中當然很重要的是包含有610億美元 要提供給烏克蘭的援助資金 而華盛頓郵報就引述了消息人士說法 雖然這個法案是有一點拖延 不過五角大廈 美國五角大廈這邊早就已經做好 準備要提供給烏克蘭的軍援 只要這個法案最後就是一道程序通過之後 最快不到一周的時間就能夠交付來彈藥 而這代表烏軍總算是不用來節省 因為這個預算卡關來節省炮彈的問題 因為先前烏克蘭在前線確實是彈藥非常的吃緊 甚至因此要來做這個前線彈藥的來配額來措施 導致俄軍對烏軍的彈藥數量是一度導致俄軍有10比1的彈藥絕對的優勢 可想而知如果這個軍援法案沒有過關的話 烏克蘭想要反攻就是會更加的困難 而根據報導新一波的援助的內容 將會包含提供給烏克蘭非常需要的 就是北約通用的口徑炮彈 還有中程火箭彈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防空系統了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次通過援武法案的關鍵人物 當然就是美國眾院議長強身 不過美國眾院議長強身其實在先前幾個月 對於援武的態度是非常的保留 甚至是一度是擋下好幾次相關議案的表決 理由是認為這些援助的法案並沒有監督機制 也沒有明確的說明 這些武器是如何來幫助烏克蘭得到最後的勝利 不過最後似乎是在各方各國的壓力下 中院議長強身是終於改變了態度 成為援武法案的捍衛者 對此維吉尼亞大學的政治學者就分析了 他認為強身被說服的最後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如果烏克蘭真的不幸 是因為缺彈而落敗的話 他不想要擔負相關的責任 而強身17號的時候 也曾在記者會上說明自己的想法 他認為他就是寧可美國送子彈到烏克蘭手中 而不是送美國的男兒到前線的戰場上 加上他自己的兒子其實也要從軍了 即將就讀美國海軍軍官學校 另外中院的民主黨領袖傑弗瑞斯 也是形容強身做出這樣的抉擇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做一個他到底要選擇當 丘吉爾還是當張伯倫這樣的一個時刻 因為選擇當後者的話 就像是選擇當綏靖主義 是在向獨裁者侵略做出讓步妥協 主播 還要請教佳麟的就是以巴衝突了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他說 為了確保在加薩走廊的人質 可以獲得釋放 所以他決定在未來幾天內 將會對哈馬斯加強軍事壓力 以哈衝突發生之後 其實我們都知道了 約旦和西岸的流血衝突 其實是更加的惡化 在當地最新的戰況再交給你 好 是的 除了以哈戰爭這邊 中東的局勢都是越來越令人擔心了 因為這個月 以色列和伊朗也是一度的 一來一往互轟 不過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 在禮拜天的時候再度的出面 來針對這個月13號 伊朗對以色列直接飛彈攻擊的 一個結果做出了回應 不過哈米尼對外的說法是說 重點不在於他們伊朗飛彈 擊中以色列的目標有多少 而是在這場行動中 伊朗展現了他們的意志力 不過這樣的說法就被外界解讀說 伊朗最高領袖有點像是默認了 他們對以色列攻擊的飛彈 命中率其實不太高的一個事實 雖然目前來看 伊朗似乎是沒有進一步 要對以色列來進行一個直接的報復 但以色列對於由伊朗撐腰的 哈馬斯組織是沒有要來輕輕放下的 像昨天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就在預錄的這個 猶太教育越節的這個演說中就強調了 說未來幾天還是會將對哈馬斯升高 軍事和政治的壓力 因為到了育越節這天 以色列人質握在哈馬斯手中的人質 還有上百名 而握在他們手中就已經滿200天了 因此這個救援上的壓力還是落回到了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身上 而到底要如何對哈馬斯升高 這個所謂軍事壓力 以色列方面沒有明確的說明 但外界當然就是很擔憂 會不會就是在這個時間點能夠 可能會到這個地面進攻到 疾滿難民的南部拉法地區 除此之外 以軍其實這段期間 除了對加薩這地方 還是有一些軍事上的行動外 也持續的對西岸來做一個高壓的反恐 由於這個月曾經發生 有一名14歲的以色列少年 在屯肯區失蹤死亡事件之後 又釀成了以色列人 和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加深 所以除了有以軍這邊的高壓反恐之外 甚至有以色列的屯肯者自己攜帶武器 就是到這個西岸的叫做木蓋耶爾村 來與巴勒斯坦人發生衝突 希望來報復 所以一段時間 就是雙方的這個情況 就是越來越升溫 而且這個月初 其實以色列也逮捕了 哈馬斯領袖哈尼亞的妹妹 叫做薩巴赫哈尼亞 以色列檢查官的最新 就已經火速了 以一煽動和聲援恐怖組織對名 對他來起訴 但這些種種的做法 其實還是無法順利的救援 出更多的人質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每到週末 以色列內部還是有大量的人質家屬 出來上街抗議 是希望能夠讓以色列總理下台 提前改選做出負責 以上的主播 非常謝謝佳麟 為大家整理兩場戰爭最新的進度 謝謝佳麟 那麼繼續下來 再帶觀眾朋友一起來看看 這是地表最大規模的投票 就在印度登場 那麼選民總共將近十億人 必須花費六個星期才能夠完成投票 學者是擔心了 因為在投票的過程當中 其實發生了槍擊的事件 那麼總理莫迪渴望在執政五年 這個機率非常高 也可能引發進步的社會分裂 民眾拿著手機拍到 河對岸有大批人朝排隊等著投票 沒想到下一秒 連環槍下 民眾驚慌篡逃 多名槍手在印度東北部 曼尼普爾省的投票中心外 傳出因為種族紛爭 有人開始掃射 不只釀成三傷 也導致投票過程被迫中斷延期 印度大選被稱為是 地表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選舉 從週五十九號開跑 分成七個階段 要花六個禮拜的時間才能投完 目前正在進行第一階段 中學會說目前投票率 已經達到四到六成 而選前支持率高達八成的 印度總理莫迪 連續第三任聖券在握 只不過他種族宗教的立場 持續被國際社會放大解釋 尤其紀念1月莫迪 親自來到印度教羅摩神廟 舉行開光大典 這座廟的地點 卻引發無數批評和爭論 其實莫迪掌權以來日以把自己 塑造成印度教的保衛者 專家認為他的行為就是在排斥穆斯林 連出個門都要處處提心吊彈 很多印度的穆斯林擔憂 莫迪為了鞏固政權 恐怕只會加劇焚化社會 TPP的新聞綜合報導 下一段新聞要告訴大家 原來詐騙集團車手一天 可以賺到5000元 難怪會挺而走險 說是幫朋友領錢 結果被遠景逮捕 稍後還要來看 在大陸廣東發生了百年洪災 土生流也埋大量的民宅 馬上回來連線關心 吃片玩家 天菜就這樣吃 帶你吃片福島的天菜